我可以死 但你先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 怀胎十月的皇后竟成为了阶下族 即使羊水破了也没人帮她找太医 而她之所以沦落至此 就是因为在一个月前 皇上为了巩固地位 竟听信了皇后的挑唆 将自己的大哥孟岐友和她的两个妃子 关进了落魄的镇南宫 更是为了防止她有篡位的渴 亲自送去了一杯加了料的酒 赵公公 在 赐酒 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孟岐友也十分心寒 没想到亲弟弟为了皇位 竟逼迫自己至此 本想就此任命 妃子傅雅立刻阻止 他不喝也行 你来喝 眼看毫无生路 孟岐友当即答应喝下这杯酒 但前提是皇上能放过自己的妃子 这时 忠心护主的李康突然大喊太后来了 趁着众人分神之际 他端起酒一影下 这瞬间把皇上气得不轻 抬脚将人踹到了一旁 这时皇后再次发话 当初孟岐友是在北汉迎娶的两位妃子 皇上并不在场 那他这个当弟弟的 李英敬大哥一杯喜酒才是 看着两人蛇鼠一窝 没完没了的算计 傅雅当即发怒 一挥手将酒杯打碎 称孟岐友也是北汉莲丝公主的夫君 若是今日皇上敢处死他 那改日北汉徽君南下 定没有他的好果子吃 莲丝闻言瞬间明白了傅雅的意思 故作声势用北汉来吓唬皇上 今天你若敢杀我的夫君 到时候你就给我一命点一命 皇上闻言下意识地看向皇后 很明显两人都被莲丝的气势给吓住了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镇南宫 这时孟起又看着怀中的李康心如刀割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早就将对方当成了兄弟 一想到傅雅会卸医术 孟起又立刻求他救救李康 谁知对方却不忍地摇了摇头 知道李康彻底没救了 孟起又止不住地悲伤 你一定要当皇帝 当皇帝 康子 此刻孟起又心中的怒火到达了顶峰 他本不想跟弟弟相争 可若是没有权利 就无法保护自己最爱的人 于是孟起又趁着深夜 躲过了侍卫的层层巡查 来到了太妃的寝宫想要与他结盟 一个想要推翻现在的皇位 一个想要从中获得权利 两人很快一拍即合 这边皇后身体不是由太医整脉 得知这几天就是预产期 还是有八九世的皇子 皇上顿时高兴得何不拢足 立刻询问皇后想要什么奖赏 而对方也不带谦虚的 当即让皇上现在就昭告群臣 立父中的孩子为太子 皇上闻言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并下旨让群臣欢宴三天 为皇子平安顺产而祈福 很快整个皇宫热闹纷繁 就连侍卫也放松了警惕 聚在一起喝酒玩乐 殊不知酒中早就被加了佐料 天时地利人和 孟岐又很快就带兵攻进了皇宫 这边皇上独自拿着刀剑保护着皇后 大声呼叫护驾却没一人回应 怎么没人啊 怎么没人呢 见皇上是个扶不起的阿宝 皇后就想出去找人护驾 下面了就见孟岐又杀了进来 为了保住小命 皇后立刻将锅甩给了丈夫 称这一切都是皇上的计谋 见皇后大难临头想要独善其身 皇上气愤地起身 怒斥他不配当后宫之主 你这皇上的不保了 我还当什么皇后啊 你混蛋 孟岐又见自己还没算账 两人就搞起了内乱 立刻出声制止了他们 意识到今日小命可能就要丢在这里 皇上立刻开始说好话 希望孟岐又能看在两人是兄弟的份上 饶自己一面 但在孟岐又的心中 他的弟弟只有死去的李康 看着侍卫端来的九妃 皇上立刻明白对方要以牙还牙 吓得差点就要淋湿了裤子 千军一发之际 太后及时赶到 怒骂孟岐又竟敢杀害自己的弟弟 哪日心里赐我毒酒 你在哪儿 一句话问得太后哑口无言 她并不知道此事 可宫中的事情 又怎会瞒得过一朝太后呢 说不定赐毒酒的主意 还是太后出的 一想到母后从小到大从未关心过自己 孟岐又直接喝下了那杯酒 这让太后吓得差点丢了魂魄 你真的以为我吓得了如此狠心 杀了我亲生弟弟吗 原来酒中根本就没毒 都是孟岐又故意吓唬弟弟 只希望他能迷途之反 意识到自己伤了大儿子的心 太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 随后孟岐又平复情绪 下令将两人关入大牢 可皇上却不死心 拿起刀剑就想拼死一搏 不料反被孟岐又捅了个底朝天 见两个儿子最终自相残杀 太后抱着小儿子哭得泣不成声 皇家最悲哀的不过就是如此了吧 这让孟岐又悲痛难当 决定为弟弟留下一条血脉 这边太妃深知留下祸患的道理 禁令人将皇后一家老小都抓进了天牢 就算是她即将生产也并未兴认 还派人拿来了宫廷第一大司法 看着皇后痛苦的样子 太妃当即下令给她来个痛快 不得不说能在后宫生存的女人 果真是心狠手辣 这边孟岐又顺利登基 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改革说服让百姓安居乐业 等下了早朝 孟岐又还是去往了太后的寝宫 见母亲病重地起步来床 她心中止不住地难过 太后也在此刻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她早就看出了孟岐又想争皇位的心思 可这个至尊之位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但要与他人争斗 还要提防着身边的亲人 所以自己才会想方设法呢 熄灭孟岐又的心思 没想到最后还是躲不过 兄弟残杀的命运 生死天注定半点不由人 太后撑着最后一口气 希望儿子能满足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那就是将这张画一起葬入皇陵 孟岐又见状瞬间回想起 这是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做的话 当时她以为母后嫌弃 没想到尽保留至今 话音未落 太后最终离开了人世 这让孟岐又悲从中来 却怎么都无法挽回了 深夜孟岐又亲自来到镇兰宫 接傅雅回宫 这让一旁的脸丝极度起来 看来后宫中争斗永远都不可能停止 这让孟岐又是在镇兰宫 接傅雅回宫中争斗永远都不可能停止 这让孟岐又是在镇兰宫